皇上若执意不信 品妾也没有办法 上回我们说到英洛成为贵人以后 却受到昔日同僚琥珀的怠慢 凌玉对此十分不满 然而英洛却设计让皇帝亲眼看见 并且当即教训了琥珀 可谓是做到了杀鸡锦侯 这里必须给我未解的智商唱征服 之后还与英洛圆了房 但毕竟晋升速度太快就会引来小人 所以说皇帝听信小家庭的话 直接就撤了英洛牌子 没想到英洛丝毫不在意 皇帝知道真相想和好 英洛也故意不在乎 那么皇帝又会如何讨好英洛呢 今天继续带来《沿喜攻略》 第45至46集 大家好 这里是七七影视 这时纯飞在宫中赴府前 皇帝又挣好钱去看她 看来皇帝每天都好忙 都要去看望不同的妃嫔 而纯飞的温柔体贴 让皇帝感到十分安宁 不过她也明白 这是在提醒自己英洛与复衡 完了 情敌啊 这个醋缸子要吃醋了怕事 虽然复衡离开多年 但如今重新归来 不禁让皇帝有些担忧 看来就是怕英洛被抢走 所以后面她经过延喜宫的时候 却静止离开 没有进去 你这样就是惹我们魏姐不高兴了呀 因为她现在丝毫没有心情看英洛 不过这样倒是正顺了纯飞的用意 坏女人就是坏女人 什么招数都想得出来 英洛失宠的消息 很快就传遍六宫 那些本来就嫉妒她的人 更是高兴 后宫不愧就是一个八卦地点啊 而小家平特意来找皇帝 想要为之前自己虐待英洛的事情道歉 我看你是黄鼠狼 给击拜年不安好意 接着她又说起自己是因为吃醋才这样 皇帝听到这句话 却当即联想到了什么 你呀 还不快去见见魏姐 但就在之后 小家平又说起要给富衡的宅子取名为玉京 巧的就是这两个字出自一首词 而这首词说的就是枝子花 英洛正好喜欢枝子花 你这女人你这在搞事情了 其实言外之意就是暗示英洛与富衡有私情 你还真的事情不好好谈 八卦天天乱传 这让皇帝很是气恼 直接就把小家平给赶走 但对方却很是得意 觉得目的已经达成 你还能再坏点吗 这样我才好骂你 英洛和富衡的谣言已经传的到处都是 皇帝心里十分不满 所以也不再去找英洛 看来魏姐的事业遭遇停静期了 这时之后皇帝又前去找季后询问 季后看似帮英洛说好话打消一律 但内心却明白 皇帝不会这么想 要么说江还是老的辣 英洛你可长点心吧 灵狱也听到了宫里的传言 于是急忙前来询问英洛 但英洛却很是淡定 严林自己只要什么都不做 就是最好的办法 这个办法真的很有意思 我都给你搞懵了 宁玉虽然不理解英洛的这个说法 但也只能是听从 宁玉真的一直在替英洛着想 看得好心哎 这一日傅恒来找英洛 表明想要与他说说话 而淳飞很快就收到这条消息 所以故意涉局让皇帝前去看见 你是真的坏呀 人家也没有做什么 这一天英洛知道自己跟傅恒不可能 也知道傅恒的心思 自己内心也有些忧愁 别呀未解 千万别翻车好吗 快回去 但听到傅恒说那些话 英洛当即就愣住 却不知道纯飞隐的皇帝正好前来 而这一幕也恰好让皇帝看见 觉得二人就情复燃 直接就让人把延禧宫里的枝子花 拿去熏宫筒 这是要给英洛一个下马威呢 宫里的太监觉得英洛失去恩宠 竟也开始了小偷小摸 凌玉这一日抓到小拳子 便将其带到英洛这边 但英洛只问了销赃的地方拿回财物 其他没有多说 这不像你呀未解 你这是被驯服了吗 其实这一切都是小家平指使的 他也趁机留下了英洛的簪子 不是吧 你偷人家东西干嘛 你很缺钱吗 就连凌玉都更加不解英洛最近的行为 但其实这一切都在英洛的掌控之中 不久后就是皇宫举办市集的日子 英洛扮作卖酒女郎 博得皇帝与太后的眼观 我说 未解 你还真是什么招数都有 此时皇帝更是陪伴太后前来 也不顾与英洛的冷战喝起了酒 接着又吐槽英洛的酒不好 大哥你喝了人家的酒还要说不好 没想到的是 英洛竟然向他要起了钱 皇帝在后宫怎么可能带钱 便只好把自己的贴身玉佩拿给英洛 我明白了 未解 这是真的高明了 之后皇帝越想越不对劲 犹豫再三还是去了延禧宫 结果进去就看见英洛在模仿季后 与小家屏说话 不得不说 我未解在古代肯定也是个好演员 这让皇帝多少有些尴尬 英洛当即就告诉皇帝 自己与傅衡已经过去 皇帝对此很是感动 不得了了 英洛现在是真的实力太高手了呀 英洛当即又和皇帝撒起娇来 引得皇帝十分高兴 现在知道未解的高明了吧 我都要给他唱征服了 皇帝在英洛一番撒娇之下被哄得很是高兴 当晚就留宿延禧宫 没想到英洛竟然能够把皇帝制的服服贴贴 第二天也是容光焕发的离开 之后英洛又把小拳子给叫了进来 严宁过段时间就是他 该为自己效忠的时候 搞事业的女人要上线了 各部门请注意 小拳子也表示自己的忠心 果不其然 当后面世级开市的时候 太后在许多嫔妃陪伴下闲逛 却忽然发现自己丢失的东西 竟然出现在世级上 这下好了 尴尬了吧 而英洛也故意说起 自己宫里的一些东西 竟然也出现在世级上 为解幼开始放招了 这真的有得看了 这更加引得太后恼怒 直接就离开这里 纯飞作为举办市集的人 为此感到十分尴尬 这就是你要和英洛斗的下场的 英洛这番举动 不仅拿回来了自己宫里的东西 还当着众人的面 让纯飞颜面扫地 这让纯飞十分恼怒 只能说你的业务能力没有未解好 就不要惹他 但苦于没有证据 所以只好忍气吞声 于贵人看出了纯飞的不满 当即就表示自己 愿意帮忙除掉魏英洛 就你还是算了 以这个忘恩负义啊 英洛回来以后 就赏赐了小拳子许多财宝 这让小拳子感激不尽 而英洛则告诉凌玉 自己早就知道散播谣言的是谁 所以如今就是要他试试谣言的滋味 哎 看来还是一个记仇的魏姐啊 不过凌玉又担心起 不久后就是先皇后的忌日 到时候免不了要和复衡见面 只希望千万别再有谣言了 魏姐撒娇受不住啊 英洛却是一副兵来将挡水来吐掩的样子 毕竟是职场高手了 另一边尔勤见自己儿子不见 便四处焦急地寻找起来 却看见傅恒抱着孩子 在书房未点心 傅恒这是皇帝的孩子 你觉得如何 这让尔勤很是动容 而侍女也说着傅恒的人品以及前途 这让尔勤更加触动 你现在知道傅恒的好了 当初还去勾引皇帝 当即就脱下衣服 想要与傅恒同房 严妮要生一个属于爱人的孩子 你得了吧 你千万别恶心傅恒啊 但傅恒对她早已经没有一丝好感 所以当即就拒绝这个请求 傅恒回想起英洛与自己说的话 而清廉也恰好前来提醒她 不应该再记得曾经 严妮自己虽然没见过英洛 但她知道英洛也不想再沉淀过去 因为英洛一定是一个聪明的女人 清廉你干脆代替而请好了 我觉得你不是一般谈清醒 傅恒对此有所触动 之后她来到皇宫 祭拜先皇后 却在离开的时候被打湿了衣服 只好留下更换 我觉得肯定有计谋 不知道你们信不信 之后她又见到了英洛 二人在皇后的画像前说话 傅恒明白英洛肯定有苦衷 随即就想起了先皇后的死 觉得其中一定有蹊跷 你现在才反应过来呢 英洛肯定内心深处忘记得了你 但英洛不愿牵扯傅恒进来 便让他去战场上建功立业 不是吧英洛 你小心点某人又害你 还是赶紧走吧 但傅恒却舍不得英洛 就在此时皇帝被小家庭引来 看见两人在一起瞬间吃醋 傅恒当即出演铁亲关系 却遭到皇帝的打断 人家这座缸子天天都很满呢 皇帝开始质问起英洛 但英洛却闭口不提 未解 你真是时时刻刻在招惹皇帝啊 皇帝见英洛这样什么都不解释 以为他是故意为之 别说你了 就连我都以为他是无话可说 所以就感到十分生气 直接转身离开这里 我说贝姐 你这是何必呢 为啥要惹皇帝 小家庭见英洛被皇帝误会还不解释 所以就故意指着傅恒衣服里掉出来的簪子 指责起英洛与傅恒私通 我终于知道什么叫做卑鄙到家呀 这人也太卑鄙了 皇帝见此更加恼怒 也更加认定英洛估计与傅恒有染 小家庭趁此机会 就让皇帝要严惩 为英洛 关你什么事情 一天到晚想着惩罚别人 不想想自己 他本以为这次英洛可以被打入冷宫 而傅恒也知道自己这是遭到算计 傅恒现在都开窍了 急忙就表示这衣服是方才换上的 所以又说着要找太监对质 但太监早已经被小家庭收买 所以表示自己没有看到过簪子 你们两个爱说话 这下是真的中计了吧 傅恒听到太监的话 顿时明白自己这次是有些凶多吉少 如今证据确凿 而且两人再一次见面 皇帝早就说过不满英洛与傅恒见面 那么这样一来 傅恒和英洛又会遭遇什么事情吗 英洛这次惹恼皇帝 以后还能否获得皇帝的恩宠 难道真的就这样被皇帝打进冷宫了吗 好了 这些精彩内容 我们就留着下期再来分说 记得点赞转发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哦 请不吝点赞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傅 请不吝点赞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傅